HELLO 車友們,大家好!這裡可以開直播嗎? 開看看好了 這是我們擺的避震器 這裡可以,有車友在看 那我們來分享一下裝避震器的直播 這個是前面的避震器 這台改了20吋的 20吋的大鯉圈 其他的都還是延長的 要來參考一下 我們來看看 這個避震器呢 高低 變成高低軟硬都可以調整 比較多功能性 原廠避震器也好像已經太過掉了 所以我們就把它改成可調式的 高低軟硬都可以調整 這個Outlander的前面 這裡有一個油管固定的總層 這個固定的位置也都跟原廠一樣 就不會用束線帶 哈囉,中小刀,你好 哈囉,志成,志成,你好 志成的車也是Outlander 這台車呢 是Outlander的前面 避震器也已經裝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前面的話,我們也有附上座啦 KT的話也有附上座 為什麼要附上座 其實有幾個地方跟大家分享一下 跟Outlander的車友分享一下 如果呢 它的上座啊 用了很多時間 然後上座啊 快掛掉的話 那改了避震器之後 還要沿用避震器上座 有聲音 到底是原廠避震器的問題 還是這個KT避震器的問題 所以就有很多的爭議啊 所以有附上座之後 然後原廠的壞掉 原廠的壞掉 那就丟掉了 不要用 我們就有附上座 就 即使呢 拆裝的時候也比較方便 不用再拆原廠的上座來沿用 原廠的上座品質 用久了也不曉得狀況好不好啊 所以很簡單 就是直接 直接我們就有附上座了 這裡呢 上座裡面的軸層 不然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這個品牌KT的 它裡面的軸層 指揮軸層 是用日本第一品牌KOYO的軸層 謝謝啦 志成還幫我們推呢 你的車也是 你的Outlander也是裝KT的 這個前面的上座呢 有附一個軸層 所以啊 我們家的話呢 有附上座啊 首層的話是日本的KOYO 這台車呢 如果要調整鼠泥很方便 來我們鏡頭拉遠一點點 這是引擎室嘛 引擎蓋打開之後 在這個地方呢 把那個防水蓋呢 原廠防水蓋打開之後 從這裡就能做阻尼的調整了 順時針就是變硬 像這個方向順時針就變硬 逆時針呢 就是變軟 從這個地方呢 就做阻尼軟硬調整 你要硬一點點 要軟一點點 就從這裡做調整 一共有三十段可以調整 車高的部分 也可以 也可以調整 車高的部分的話呢 最高 差不多可以跟原廠一樣高 最低的話大概 可以升到大概兩指數吧 所以這個是前面 我們來看一下前面 前面的話呢 如果要調整車高 就從這邊地方 就調整車高就可以了 小豬 你又上鏡頭了 我想說沒有在這裡直播過 所以用你的車在這裡跟大家分享一下 謝謝啦 謝謝那個車主小豬的分享 熊媽吉 如果中序的話 有要做試乘的話 可以找小豬呢 也可以找那個板上的熊媽吉 試乘的話 Outlander也是裝我們家避震器 也可以找試乘 好 所以這個是前面 那個Outlander的前面的避震器 裝好了 後面的話 來分享一下好了 後面的話 一樣 KT的話呢 一樣呢 有附上座 原廠的 在這裡 原廠的避震器啊 壞掉了 就不用再用了 都沒關係 我們家都有附上座 我們家都有附上座 然後 腳管的話 來這個地方呢 要調整車高 就從這個地方做調整 後面 Outlander後面呢 要調整軟硬的話呢 就會比較麻煩一點 因為啊 它的後上面的板件空間 是密閉式的 封住的 所以上部呢 就沒有辦法做主女的調整 那要怎麼辦 我們有徵求過那個車主啊 在線上那個小豬的同意 所以我們把他的內側呢 會鑽了一個小孔 然後從這個地方就可以做主女的調整 來 鏡頭看 這裡 因為呢 要 來這個地方 好 進借我一下 好 從這個地方呢 一樣順時針 就是變硬 內時針就變軟 可是呢 後面 比較麻煩啦 需要鑽了一個小孔 才有辦法做調整 這個是 右後 右後的話 原來有一個維修試蓋嘛 從這個地方打開 就能做主女的調整了 就不用再便利卸下來了 熊媽咪 那個台中的武器車那裡 好像也能安排追台車的試乘 對不對 Outlander Outlander的車友也很捧場啊 所以我就想說 那麼多車友都裝KT的便利器 就在這裡版面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這個是Outlander 板上之前 也有一個中區的 比較新款的啦 新款的車 車友也有來這裡 試乘之後 也有安裝我們家的便利器 哪一台 我記得是四輪驅動的 這個是左後 Outlander的後面的離載串 在這裡 那如果 車友們的 這個是原廠的羊腳 如果啊 車友要降低的車高的幅度很多的話 就是 假設原來是六指幅 把羊腳調整器 把它 改 羊腳調整器 就從這個地方做改 把這個地方改成可調式的 就可以做Camper的調整了 好 這個是後面的部分 後面 後面的話呢 這個超大C柱的 旅程跟大家分享一下 還蠻特別的 20順的 然後C柱的話是 10.5C 超級大的 還有還有這裡有崩開 超帥的 這是後面 後面的話呢 一樣 屬泥軟硬呢 都能調整了 後面現在是在內裝在復原了 之後呢 今天的直播 因為電話進來 所以直播的話 大概到這裡 那謝謝大家 如果有便宜有問題 要適合的話 再跟我們聯絡 謝謝謝謝 拜拜